飄著小雨外送員馬路穿梭 10點07分開始與時間賽跑 花8分鐘取餐 全人採點後5分鐘內送達 左彎右拐馬路虎口討生活一個小時跑三單 最高一天58單 用限時送達壓力加上臨庭怕被開罰 吃飯隨便吃連上廁所都要自己想辦法 下午2點過後比較沒有什麼見量的時候 就會找時間去買個便當 對然後可能坐在超商裡面吃 上廁所其實也是一個問題 但其實我通常都會去送到高樓大廈的時候 或是百貨公司或是醫院的時候 就會借他們的廁所來用 外送有多夯來到新裝早餐店不到8點10分鐘 15輛外送機車來來去去 外送員靠時間換金錢 大概幾點都幾萬 七點左右吧 八到十個小時吧 外送員五天三四震驚全台 勞動部勞建後認定平台與外送員屬雇佣關係 未來如果納入勞健保全職每人每月 多超過四千元成本 以全台十萬外送員都是全職估計 外送平台成本每個月增加超過4.21億 最大的FuPanda月增1.26億成本 UberEats則是超過八千四百萬 因為我覺得常常在外面跑 然後其實就算你不去撞別人 別人會來撞你啊 覺得難免都會擔心一些吧 那給自己做一個保障 台灣協作暨共享經濟協會理事長彭世邦 認為被認定雇佣關係成本暴增 業者恐怕難以負擔 應該聚焦事前預防像是機車限速及續工時上限 否則恐怕會將蓬勃發展的外送產業 扼殺在搖籃之中 這次關閃蝦韻SNG小組臺北新北綜合報導